随着台中市染疫人数增加 市长卢秀燕也宣布 国中小以下远距线上教学在演艺中 但正值学生毕业时节 市府也将毕业典礼举办方式交由校方决定 由海县国中小学的市长就表示 过去两年实施线上弊典 但成效不佳缺乏毕业氛围 而今年在政策允许下 海县多间国中小学都决定举办实体毕业典礼 电脑里拟针的礼堂学生们排排坐 这是去年东山国小举办的线上毕业典礼 而过去两年来配合防疫 学生们一生一次的弊典都只能在线上度过 不过今年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 海县多间国中小学决定举办实体的毕业典礼 去年在办理的时候 我们一样用线上的方式 透过一个线上的软体 但是今年还是希望孩子们 能够有现场的参与毕业典礼的感觉 所以我们今年采用实体 再加上这个现场即时转播的方式 部分线上部分实体 也就是说没有全面聚集在一起 但是那整个感觉啊 就是缺了很多 然后再加上毕业生跟毕业班的导师 他们都其实很期待 有一个实体全体的一个毕业典礼的状况 许多学校表示 线上毕业相较于实体 学生少了见面互道再见的感觉 直乎是一点毕业感都没有 在考虑到学生和家长的感受后 加上校园内多数学生已经打完第三剂疫苗 校方在将毕业规模缩小的情况下 决定来实体举办 原则上因为我们其实也是 遵从这个市长的一个宣答 他是说希望让孩子有毕业典礼 所以我们在规划上的话 我们今年第三剂 我们学校第三剂 学生第三剂疫苗施打的状况 在6月2号就是已经全部完成了 那如果我们在准备上都差不多的话 我们就是会照常实施 疫情期间校方得实时跟着政策变动 随着远距线上教学再延长一周 许多学校下周就要举行毕业典礼 学生无法到校彩排 当天师生们也只能随现场的状况 及时反应 记者浪威台中采访报导